举头三尺有神明 现在科技执法打破 抬头是见到了摄影机 台东环保局在列馆的28处热点 设置了缩时摄影科技设备 录影搜证违规试证 那么根据统计截至9月底为止 已经查获了39件的违规案件 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违规 以免受罚 别以为四下无人 就可以随意弃至垃圾 小心人在做机器 正在看 为了遏止污染环境 环保局列馆28处热点 设置缩时摄影科技设备 24小时连续录像监控搜证 我们有设置了这样一个 缩时摄影的一个科技设备 然后24小时来连续录像的监控搜证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要遏止 污染的一个环境行为 污染环境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统计到今年9月底 为止有查获了39件违法 废弃物清理法的一个案件 其中属去之垃圾的案件有33件 那当然便利的也有4件 那总计我们寄出了4万4千4百元的一个罚款 那另外两件是弃制事业废弃物的一个案件 当然这是涉及到刑法的部分 我们是喊送到那个保安警察第七总队 第九大队台东分队来继续做侦办 所以我们要呼吁民众 还有一些事业单位要有功德心 不要去之垃圾和事业废弃物 当然也要请一些民众 不要谁来便利 另外环保局指出 不法清运 弃制事业废弃物 可以处一年到五年的有机徒刑 请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就去之垃圾跟废弃物的一个案件的话 我们可以依废弃物清运法 处罚1200元到6000元的一个罚款 当然是如果是涉及到不法清运 跟去之事业废弃物的话 那就是涉及同法的第46条 刑法的一个规定 那可处一年到五年的有期徒刑 并得并合一千百万元以下的一个罚金 所以民众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规范 不要来违规 也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随意弃制垃圾 随意便利 一机丢弃事业废弃物 当心刑则罚金上升得不偿失 JR台东市报道